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好,随着时代进步,很多东西已经不可以像电车和点心车可以保存下来 而说到怀旧,鸡丝粉卷这一位差不多消失的怀旧点心 可能因为制作麻烦,在很多酒楼已经吃不到 所以在今集我就跟大家分享一道鸡丝粉卷的做法 但我就会简单一点,不自制粉皮复杂 用现成的粉皮包裹鸡丝粉卷 这样就可以轻轻松松,将狗围团的童年味道在家中重现 好,不说了,先看材料 正如刚才所说,我会轻松一点用现成的粉皮包裹鸡丝粉卷 所以我就买了大约一斤的陈村粉皮回来 但这次就有点可惜了,我买到的粉皮品质不太好 拆出来原来很多已经碎了 所以我就唯有用腸粉皮来代替 但是做出来一样都是这么好吃的 至于里面的馅料,今次我就会用300克的鸡柳 和150克的烤水猪肉回来做 加一点猪肉进去,整个粉卷做出来就会好吃很多 除了这两大材料之外,其他配料 我就会用一片木耳,半个红萝卜 而今次的笋我只是买罐头回来 用半个已经够切很多丝出来 接着再放两只冬菇和适量的芫荽进去 事前我已经将木耳和冬菇全部浸远备用了 至于怎么洗冬菇,就可以参考我之前做 包汁炆鹅掌鲜鲍鱼的影片 里面就有很详细的讲解了 好了,材料都准备好了,我们就可以马上开工 做鸡丝粉卷就不难,最麻烦的都是要全部将材料切丝 将红萝卜,笋,木耳和冬菇切好之后,就放在一边 同样,将鸡柳切条或切粒之后,就放一些搅碎猪肉进去变一变 首先,放半茶匙盐 半茶匙油 半茶匙生抽 两汤匙姜汁 半茶匙糖 再放适量的胡椒粉 半汤匙绍酒 半汤匙麻油 接着放一汤匙生粉进去之后,就可以将所有的材料拌均匀 拌的时候就要看你喜欢吃什么口感 我就不太喜欢吃整条肉条的馅 所以在拌的途中,我就会逐些逐些水加进去 让馅做出来就不要太黏 每样材料碎碎,我觉得这样才好吃 而姜汁在腌肉的时候就相当重要 用姜汁就可以令到每一粒肉都充满了姜味 当弄到整个馅不太黏手,但又不会散开的时候 就把它腌回30分钟才拿去煮 鸡丝粉卷要趁热才好吃 所以在等的时候,我们就先做好甜豉油 材料很简单 今次我会用3汤匙的鸡汤,加多3汤匙的水进去 再放2汤匙的生抽之后,就可以将两样材料落锅 用中火慢慢煮 这么小的份量就千万不要用大火去煮 不然转头就会全部蒸发了 煮滚了个豉油之后,就放大约2茶匙的糖进去 略略将糖搅拌完之后,就关火,倒大约1茶匙的熟油进去 这个甜豉油就完成了 这个甜豉油除了可以点粉卷之外,用来做蒸鱼豉油一样都是这么正的 之后我们将红萝卜,笋,木耳,冬菇落锅炒一炒 预先将材料炒一炒 炒的过程就可以让食材先出水 蒸出来的粉卷就不会水汪汪的了 接下来放适量的水进去,让它没那么干 之后就可以放一点味 首先放4份1茶匙的盐 4份1茶匙的糖 适量的胡椒粉 2汤匙的蠔油 接下来可以继续炒一炒 调味料在这一刻就不需要太多 因为鸡丝和猪肉本身已经醃了尾 一会儿拌在一起就够味 大约炒多它半分钟 当见到所有食材都开始变腍 和有些收缩的时候就将它拿上来 等它放一放冻才继续煮 过了30分钟之后 就烧热锅拌过油之后 重新倒大约2汤匙的油进去 趁冬油的时候就将所有鸡丝和猪肉留锅 尽量压扁之后就用小火慢慢将它煎香 因为现在是冬油落 所以就不怕它们会焦 现在的鸡丝和猪肉是黏的 一会儿炒熟之后它就会分开 大约煎了1分钟左右 就反转煎到另一边 同样都是煎了1分钟之后 就可以将鸡丝和猪肉炒一炒 炒一炒它的好处 除了想它香一点之外 用半山熟的肉去包这个粉卷 蒸的时间就不用那么久 那就避免到粉皮因为蒸得太久 蒸得很难 炒的过程就千万不要太久 不然鸡肉就老了 蒸出来就会硬 慢慢炒到肉略略变色 就可以立刻拿上来 和刚才炒好的材料拌均后 同样都是等它放一放冻才拿去包 在片头和大家说过 依次我买的粉卷品质就不太好 摊出来基本上已经全部裂开了 为了成品好看点 就和大家说一句不好意思 我就会转用现成的肠粉去包这个粉卷出来 把肠粉一开耳之后 轻轻力把肠粉摊出来 因为陈村粉皮就不是度度有 临时临急就很难买到 现在转用肠粉皮 包起来相对上就会容易很多 摊开之后就把馅料放进去 如果喜欢吃芫荽的朋友 就可以预先准备一些芫荽饼 和切碎了的芫荽叶 然后就放些芫荽叶进去 再放适量的芫荽叶进去之后 就慢慢把肠粉卷上去 至于馅料下多少就按自己的气号 卷起之后就把它放进 预先搅上薄油的碟里面 粉皮其实是可以自己做的 不过今次我就想做得简单点 所以就不太麻烦了 因为我今次就买了6条肠粉回来 所以只是包到12条的鸡丝粉卷出来 而剩下的馅料 难得有些芫荽在里面 那就当然吃得不浪费 加回鸡汤 醋 和胡椒粉来做酸辣汤 又可以做多个馅料 完成之后就将一碟鸡丝粉卷落锅 用大火蒸10分钟 因为在之前 已经将所有的材料炒了一转 鸡肉和猪肉都肯定会熟 10分钟之后 一碟酒楼特点 充满童年回忆的鸡丝粉卷就大功告成 记忆中去酒楼喝茶 一碟的特点都要剩为你35元 现在用差不多的价钱就做到10碟 最重要的当然是可以怀旧一下 你说是不是很值得吃呢 最后不要忘记刚才我们做了甜仕油 今次就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条影片的话 麻烦给个赞给我麻烦 订阅我的朋友 记得大力点 按住小铃铛 拜拜